沒有東西吃 我等一下有釣到魚回來再給他吃 他也不知道 回來在不在這裡 嗯 不知道回來有時候在不在 給你啦 多吃一點啦 釣到水裡面就不吃了 這底下蠻多魚的耶 應該會吃魚吧 不用理他了 從這個角度來釣這個洞 這坑裡面都粗的 好好把它撈 太淺了太淺了 還有一個上 對啦 喔喔喔這隻也粗 噢靠 扔下去 扔下去 它有一個上升的流 留著看著看著 它有一個上升的流 它有一個內膝的流 你要把它控制在內膝那邊 一下子也梳理去角落空來這裡 這都要靠感受啦 你看水面水表看不出來 你耳流下去 感受那個耳的動向 才能知道那個下面的流有分幾種 所以你們問我說什麼釣什麼釣 我講那個都是感覺 感覺 跟你說你沒有感受過你也不知道 這要自己丟 自己丟才有感覺 哇哩勒 你看 哇哩勒 看清通 看清通 哦 大家都粗壯壯 上次我說要從這邊開一條路下來啊 結果我剛剛看上面那個路基啊 它有一段斜坡它已經 被人在堆滿那個 打草啊那些樹枝的 而且那段斜坡是需要綁繩子的 然後後面這一段也看不到路了 所以要開的話真的是很麻煩 那個齁 普通的柴刀可能開不出來 所以我就沒辦法了啦 我本來想說 把舊的路清理一下 大家就可以直接從這邊下來了 所以還是沒辦法 還是要從最遠那邊走 走過來 不過這個颱風衝過之後 這個 這個路已經變比較好走了 被沖走了 颱風的高度剛好到這裡 有沒有 沿路都有在查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大概漲了 這隻颱風大概漲了兩層樓吧 所以大概上漲了兩層樓那麼高 今天會下午後了一陣雨 所以要先去後面那一段 烤肉要早一點 今天沒多久才來紀錄過 大搖的 結果颱風 一下子颱風又來了 那邊也有一個人 那邊一個人在掉 剛剛下面也有看到一個人 你看木頭堆滿地 水長到這麼高啊 所以這條路應該都淹沒在水裡面 看看吧 路應該都沒問題啦 我擔心的是我那邊沒有木頭 因為它水是這樣 這樣轉過來的 木頭容易在這一邊 然後發現一件事 一隻鴨子竟然睡在這邊啊 這個是颱風衝下來的鴨子是不是 還是你在孵蛋 在孵蛋喔 為什麼不走勒 你孵蛋嗎 沒有蛋啊 看看好不好 摸一下好不好 你腳是不是受傷了 摸一下啦 摸一下好不好 腳受傷了啦 腳受傷 是不是腳受傷了 他好像腳受傷了 他好像腳受傷了 不理他了啦 反正就生活在這邊 哇你看這裡 衝到這麼上面這一段 這段真的衝得很徹底耶 他自己就在這邊玩水 這邊 包子給他吃好了 在這邊應該是 沒有東西吃 我等一下有釣到魚回來再給他吃 但他也不知道回來在不在這裡 嗯 不知道回來有時候晒不晒 給你啦 多吃一點啦 就在這裡面就不吃了 底下蠻多魚的耶 他應該會吃魚吧 不用理他了 看起來是 完全變了啦 原本的溝是在中間 然後靠那一邊 現在變成在這邊 只剩下這個 石頭堆 本來那幾個石頭就是溪 所以他現在水到這邊 點反而變少了 那個變淺 喔有魚在跳 魚是一定很多啦 就是你的釣點變少了之後 你的機會就變少 那個空頭啊 所以我常說那個空頭 有水不水很重要 魚 空頭有水啊 你就好釣 他也容易集中在這裡 這部部也變那麼乾了 空頭好齁 魚就容易集中在這裡 像這個 這個點就很漂亮對不對 那幾個點 如果多幾個這種點的話 魚就會很多 像這一條賴太淺了 今天太淺了 不然也會有魚 但是還可以釣 還是可以釣 烤肉要在對面那邊樹下 大概 十點多那邊就沒有太陽了 現在先不要過去吧 先在這邊釣 還是 還是再往上去看看 上面還沒 台風鍋我還沒上去過 他又分兩條 這一條很淺 最主要是在這一條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賴 但是不怎麼樣 太短太小了 然後 那邊有一個人在釣魚 竟然在那最中間的地方 穿紅色衣服 這段還可以啦 這段賴還有一點長度 但是這種 大太陽不好釣 今天下午會有雷震雨嗎 畢竟下午陰天的時候 看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那個 很多香魚和苦花 大苦花的那個地方 現在已經水不流動了 去看看 看看它是不是 香魚和苦花還住在那裡 看起來這一塊 大石頭還在 還在 但是 水流就沒有那麼好了 這種 要流不流的水就沒有用了 這個地方 要住太多大谷花和香魚 應該是不大可能的 那個 前面的流溝已經破壞 前面變淺了 本來前面還有一條深溝 整條深溝才有用 它變一匙就沒用了 魚沿路是很多啦 但是這種地方沒辦法釣 比較西哥是沒擦 比較西哥就沒擦 有啦 它這裡還有一小段流溝 這一段流溝還可以 這一段流溝還可以 這一小段是還可以 但是 水晶太淺了 大概 不到大腿了 應該是沒什麼用處 步到這裡吧 上面那一段的話 從上面下來會比較方便 那個人在那邊釣 會走到那裡去的 應該是在那裡看過很多魚的 才會走到那裡去 那裡剛好在兩段的中間 所以一個人會 七十八十去那裡釣魚 表示他知道那裡有魚 那我們就不去打擾他了 就讓他慢慢在那邊釣 我們往下走 往回走 找個地方 放包包吃早餐 早餐啊 撿木頭 這邊木頭真的很少 不好撿 而且昨天 昨天傍晚 晚上 烏來這邊還下雨 木頭都淋濕了 不像對面 對面 對面一蹲全部都是木頭 木頭都衝到對面去 木頭都衝到對面去 這邊就剩下大隻的 哇 哇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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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邊可以躲太陽 等一下陰影會越來越大 木頭 木頭現在在那邊曬 今天這樣看起來是颱風過後這邊是 釣點大概都毀掉了 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上游那裡反而變更讚 下游這裡又變更平了 毀掉了 但是魚都在啦 只是說 這邊已經不適合釣魚了 阿水 哇 都變的啦 都沒有沿著頭 那種 花也變的 路底也變的 然後這種 這種 天氣太陽又大 要釣應該是很不好釣的 剛剛釣一下都西哥 這個點沒有 沒有辦法去魚啊 只有這隻是九斑 等一下西哥把他拿去餵鴨子 鴨子還在那邊等 這隻九斑也不小耶 颱風還沒來之前這邊全部都這種的 現在這個應該都在下面那一段 下面那段 比較沒有變 不小耶 看 離我想像中的大 拿來釣 想像中釣幾隻小西哥去餵鴨子 來來放輕鬆放輕鬆 大概也有二三樓 小洞是 早上看了一個多小時最好的一個洞 竟然這個小洞是這一層段最好的一個洞 你就看多平就好了 多可憐 整個釣點都沒了 整個坑趕快拉離那邊才不會下到其他的魚 整條溪都變平了 來來來來來 也不小拉 大概20左右吧 那前賴其實是有看到大隻的嘴巴 但是那個嘴太淺了 太陽太大 耳丟下去他會怕 沒抓到齁 對阿 喔喔喔喔喔喔 先把釣出來 不要讓他在那裡裡 他歪釣 歪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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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那一定很多魚阿 他就差來說齁 你送魚之後要趕快把他拉離開 他才不會怕到 不然他一堆阿 天阿 你魚在那裡撞 後邊 欸 對阿 後邊你會開到 對阿 趕快拉離開 這樣就對了 欸欸欸欸欸 來來 來來來 喔那也不小呢 這隻也不小呢 應該有餓餓 餓餓了 欸欸欸 哇 哇 淋咧 沒有啦 沒有餓餓啦 他要離開 你有沒有空 今天山裡面好像 蒙蒙 蒙蒙 空秋拉還是 還是覺得 有雲拉 一早八早的 欸 再來再來再來 啊 剛才讀一個說 再來再來 小隻 欸欸欸 剛剛又來一次 有點怕喔 連掉好幾隻 他有點怕了 對 人整部 結果 三角菇啦 咕咕咕咕了啦 這隻 這隻可能是 這隻吞下去了 我就說魚全部在這個 這幾個洞裡面 一隻大隻小斑 因為普通所在 沒那麼多米啊 整片都扁 在米的都 喔上面有一個人耶 走下來了 不知道是釣魚的 還是捲石頭的 喔 這隻是很粗是吧 要去我家 去我家還有來的錢 喔 也有二三耶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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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 都粗耶 頭頂頂 大概也是2223 都粗耶 這個小隻的西哥 等一下拿去餵鴨子 從這個角度來釣這個洞 這坑裡面都粗耶 好好把它撈 好 太淺了太淺了 太淺了 他有個上 對阿拉 喔喔喔喔 這隻也撈 屋靠 頂下去 它有一個上升的流 看著看著看著 它有一個上升的流 和內溪的流 你要把它控制在內溪那邊 它才會梳理去角落空 這個都要靠感受 你看水面水表看不出來 你耳流下去 感受那個耳的動向 才能知道下面的流有分幾種 所以你們問我說怎麼掉怎麼掉 那個都是感覺 跟你說 你沒有感受過 你也不知道 這要自己掉 自己掉才會感覺 哇哩哩 你看 慢輕鬆 慢輕鬆 齁 大家都糟糕